同学们好 我们学习第十三章 或有事项 这一章内容涉及或有事项的一些概念 或有事项确认和计量 或有事项猎豹 分数并不是太高 主要的考点 重组义务的会计处理等 我们要关注的主要问题 或有事项确认负债的条件及计量 或有事项确认资产的条件及计量 亏损合同的会计处理 还有重组义务的会计处理等 这样一些内容 今年的教材没有变化 这一章一共是有四节内容 第一节或有事项概述 第二节或有事项的确认和计量 第三节或有事项会计的具体应用 最后第四节或有事项的猎豹 我们看第一节或有事项概述 在这一节里面要介绍两个问题 一个是或有事项的概念和特征 第二个是或有负债和或有资产 先看什么是或有事项 说是指过去的交易或事项形成的 其结果需有某些未来事项的发生 或不发生才能决定的不确定事项 那根据定义我们会看到 它有这样一些特征 过去交易事项形成 未来的这些发生的 什么自然灾害交通事故 说两年之后可能发生亏损八百万 根本我们不管它 这些根本不是属于过去交易事项形成的 其实大家也知道 就是在第一章谈到会计要素的确认的时候 资产负债收入费用也都说 过去交易或事项形成的 这都是一样 结果具有不确定性 结果具有不确定性两种情况 比如说以未决诉讼为例 一项未决诉讼 到底胜诉败诉 结果不定 当然叫结果具有不确定性 另外一种情形就说 这件事情肯定会败诉 但是赔偿多少 在什么时间赔偿不定 也把它叫做结果具有不确定性 这么个事情 第三是说 由未来事项来决定 比如说一项未决诉讼 最后法院判决了 各方也都同意了 那是未来事项来进行决定的 那常见的会有事项未决诉讼 未决仲裁 未决诉讼 未决仲裁差不多 大家谈到了 债务担保 你给人担保了 那就有可能会发生一些担保损失 当然担保会收担保费 要不然凭什么白担保 如果说被担保方没有任何问题 我们就不发生这个支出 他要是有问题 我们可能发生担保支出了 这不是结果不定 由未来事项来进行决定 产品质量保证 把自己的产品卖出去了 谁敢保证产品意料质量问题没有 哪个公司敢说 我的产品意料质量问题没有 那个波音敢说吗 波音公司 不也出问题了吗 就说 不可避免的会发生一些质量问题 但现在的问题是 在什么时间发生 发生额多少 不定 也叫结果具有不确定性啊 由未来事情来决定 未来真正发生时 按照那个来进行定 都是这样来讲 这就属于 这就属于 货有 环境污染整治 就说现在环境出问题了 排除废弃污染环境 我们未来要进行治理 要有一些 千关的支出 这不也是货有吗 承诺 带执行合同变成亏损合同 后面还谈到一些 重组义务 比如说进行重组 不可避免的发生一些支出 那与重组有关的直接支出 符合条件的 我们对它确认和计量 这都是属于货有事项 那有一点要进行明确的 固定资产提折旧 无形资产摊销 不属于货有事项 固定资产提折旧 无形资产摊销 是把资产的价值 按照一定的方式 记住成本费用 那这个是确定的 不是属于一种货有的概念 反正最终 要把它记住到成本费用中 比如说把应记折旧额 或者应贪销的额 要往成本费用里记 好看下面这个多选题 下列事项中 属于或有事项的有 就哪个属于或有事项 A 对债务单位提起诉讼 你对人家提起诉讼 我要让它有什么赔偿的 当然你被人家要提起诉讼的话 那我们可能这边发生一些支出 那都属于货有 对售出商品提供售后担保 我们把产品外出去了 那不可避免的会发生一些质量问题 把定的这一部分 那当然就属于一个货有事项 对于产品质量保证 等后面谈到收入准则 那大家还会看 有的产品质量的保证 是单独收费的 那会作为单项旅游义务来进行处理 把它将应该要确认什么收入的 另外还有一个呢 就属于法定的质保 这一部分属于我们会有事项这一章的 也就是说比如 按照一定比例 提的产品质量保证费用 执行会有事项准则 如果说是属于服务型质保 单独收费的 那是另外的 按照收入的准则 去进行现关的处理 那如果法定的这一部分 货有事项 结果不定 未来事项决定 无形资产贪销 刚刚说过 这个不行 它不属于货有 就固定资产提折旧 无形资产贪销不算 那为子公司的贷款提供担保 这没有问题 有可能发生担保支出 也有可能不发生 结果不定吗 货有事项 ABD正确 第二个大的问题 货有负债和货有资产 货有负债是这样说的 过去交易货事项 形成的潜在义务 那如果是潜在义务的话 肯定不可以确认负债 第一章负债里面说 要想确认 必须是现实义务 说其存在 需通过未来不确定 事项的发生或不发生 与证实 或过去的交易货事项 形成的现实义务 然后说 如果是现实义务的话 履行该义务 不是很可能导致 经济离一流出企业 或者它的金额 不能可靠计量 这一块内容 可以比照 我们后面 货有事项确认负债 的条件去学习 就是货有事项确认负债 货债的三个条件 一定是现实义务 然后履行该义务 很可能导致经济离一流出企业 金额能够可靠的计量 这三个条件都要满足 那就会发现 只要货有事项确认负债 这三个条件 没有同时满足的 那就一定是货有负债 所以自然就知道 货有负债 不能确认负债 因为它不满足 货有事项确认负债 这三个条件 你看他说 现实义务的话 不是很可能导致经济 流出企业 我们要货有事项确认负债 必须是很可能导致 经济利益流出企业的 我们要想确认 金额一定是能够可靠计量 他说那不能可靠计量 这就决定了 企业不要确认 报表中 不要确认货有负债 当然说的是 个别报表 合并报表上 有可能会确认货有负债 怎么形成的 为什么说他又可以确认 我们这样来想 如果 我们买一家公司 这家公司有一项 或有负债 在他的个别报表 没有确认 或有负债 不确认计量 他可能赔偿人家两千万 那我们当然 并购这家公司 付的总的对价里面 一定要考虑这个因素 我肯定要少给他点钱 要凭什么以后 我买来了之后 我承担呢 那当然按照一定的方式 算 比如概率 算完之后 说这个两千万的 供应价值 加定八百万 既然 在并购总的对价里面 已经有这个因素 而我们合并的时候 是把总的这个对价 要分摊到相关的资产 负债上去 所以肯定 货有负债这个项目 就得分一块 对他会有确认计量的问题 我们以前考试考过 就是货有负债 账面价值零 因为个别报表 没有确计计量 而供应价值给了 有人说 这挺怪 不是说货有负债 不确计计量吗 是啊 个别报表上不确计计量 合并报表上会有 所以在第八章 资产减值 当时谈到商与减值 你看那个例子说 没有负债和货有负债 那没毛病 因为合并报表上 可以出现货有负债 计量这件事情 我们再看货有资产 是指过去的交易 或者事项形成的潜在资产 既存在于通过 未来不确定事项的 发生或不发生 于政治 当然我们可以看到 对于货有资产 同样 没有确认计量的问题 所以说货有负债 不符合负债定义 确认条件 货有资产 不符合资产 确认条件 不要确认 那当然 符合条件的要进行披露 这是关于货有负债的概念 货有资产的概念 我们看下面的单选题 根据货有事项准则的规定 下列有关货有事项的表述中 正确的是 A 由于担保引起的货有事项 随着被担保人债务的全部清偿而消失 你给人担保了 人家这个全都清偿了 是啊 那没问题 不用了 没事了 B 只有对本单位产生有利的事项 还能作为货有事项 我们会有事项 可能有的是有利的 比如说涉及到一些赔偿 我们很可能得到赔偿 这就是有利的 那也可能是属于有不利的 很多是不利的 所以这B的说法不行 C 或有资产与或有负债相联系 有或有资产就有或有负债 两者没有任何关系 一个是一个的 我们可能发生赔偿支出 或有负债 那另外一个 那我们可能从别的方得到这种赔偿 很可能得到 那属于或有资产 D呢 对于或有事项 既要确认或有负债 也要确认或有资产 我们这个准则是说个别报表 根本就不能确认和计量 或有负债 不能确认负债 能不能说 或有负债在符合一定条件时 可以确认负债都不行 你说那后面谈到 或有事项确认负债三个条件都满足了 那它的概念上就不叫或有负债了 就说或有负债的定义决定了 它就不能在个别报表确认负债 A是正确的 或有事项这个准则 实际上涉及到两大块内容 一块是确认和计量 还有一块是列报 确认计量部分 说的是或有事项符合什么条件 把它确认负债 或有事项符合什么条件 确认资产 如果或有事项确认负债了 那是通过预计负债来进行核算 报表上单独有预计负债项目 或有事项符合条件确认资产了 没有给它单独设什么项目 我们是通过其他营收款来进行核算 计量 比如说谈到或有事项确认负债 用的是最佳估计数 那或有事项确认资产 前提条件或有事项确认负债 计量的时候不能超过负债的账面价值 到时候会输 这是一块 确认计量 然后再有就是列报 或有事项是非常特殊 确认计量了 比如说反映到预计负债里面去了 我们照样也是要进行列报的 还要进行披露 因为它有不确定性 我们正常的一般的确认计量之后 不是特别情况不用进行披露了 但是预计负债就不行 除确认计量记录之外 相应的还是要进行披露的 列报部分还有或有负债的披露 或有资产的披露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对于或有负债或有资产 只能符合什么条件是对它进行披露 根本不存在着确认和计量的问题 与确计计量没有关系 那这我们有明确的事情 所以刚刚说 或有负债符合一定条件 是确认负债根本不行 我们谈到的确计计量是 第三呢 对预计负债负债面价值的负荷 先看第一个问题 或有事项的确认 与或有事项相关的义务 同时满足以下条件的 应当确认为负债 这就是或有事项确认负债的条件 一共三个 一 该义务是企业承担的现实义务 不是现实义务不行 那潜在义务肯定不可以确认计量的 这里谈到的义务 比如说现实义务 有的是法定义务 有的是推定义务 记得第一章也跟大家说过 再谈谈 法定的义务 那就是法律这一方面是有说法的 如果说我们 因为排除废弃污染环境了 那现在是环保部门知道根本不行 超标了 那你这种情况的义务 那要进行一些治理 那一定是属于现实的法定的 那有的是说推定的 这个 超标不严重 没有超标 我没有超过标准 但是我们自己说那 就不让他超标 我们要更加严格 也是对他要进行治理 未来也要发生一些支出 那这个义务 现实的 推定 第二 履行该义务 很可能导致经济里一流出企业 这有这么一个很可能 很可能概率是超过50% 那或有事项确认计量或有事项披露 它与或有事项发生可能性层次有关 我们看一下这个表 有这么几个层次 一个是基本确定 这个层次发生概率大于95% 小于100% 但是不能等于100% 等于100%就叫确定了 因为它是不确定的 再一个是很可能 它可能性是大于50% 小于等于95% 就小于等于95% 我们所谈到或有事项确认负债 发生概率要大于50%的 然后是可能 大于5% 小于等于50% 极小可能 大于零 小于等于5% 我们会看到比如说 或有事项确认负债 要求发生概率 是说很可能 大于50% 我说一个 大家看一下能不能确认负债 说一桩经济案件 A公司很可能发生赔偿支出100万 没问题吧 那我要说 一桩经济案件 A公司有98%的可能性 发生赔偿支出100万 能不能确认负债 都到了基本确认了 那肯定确认 只要是 很可能都行 那基本确定 为什么不确认 这正常的考虑 没有问题 那后面 比如说在披露的时候 对于货有负债 要是极小可能 导致经济利益流出结的 我们用不着披露了 就是划分 它与确认计量 与披露相关 那比如说 货有事项要确认资产 当然前提条件是 货有事项确认负债了 中央这件事情 从他方得到补偿基本确定 才涉及货有事项确认资产 那要求的 基本确定 从他方得到 补偿基本确定 他说到这个问题 现在是货有事项确认负债 很可能 第三 该义务的金额 能够可靠的计量 他说能够可靠的计量 我们会计要素确认 哪个不这么说呀 资产负债收入费用 一定是金额能够可靠计量 不能按照货币来进行计量 没有办法确认 这就是货有事项确认负债 要同时符合三个条件 我们会看到 当这三个条件 没有同时满足 那就是货有负债呀 所以不是货有负债 不能确计计量 你看这里面要求的是 现实义务 履行该义务 很可能导致经济利益流出 金额能够可靠计量 货有负债就不是 他说前代义务 即便是现实义务 那履行这个义务 也不是很可能 导致经济利益流出企业 或者金额不能可靠计量 这样讲 那第二个大的问题 预计负债的计量 货有事项确认负债 按照什么计量 那数字怎么定 用的是最佳估计数 如果货有事项 可以确认资产的话 如何来进行计量 那确认资产会设定 有预期可获得补偿 当然后面也会谈到 也有限制 比如说不能超过 或有事项确认负债的金额 我们先看呢 或有事项确认负债 最佳估计数怎么定 算最佳估计数是 连续范围等概率的这种情况 取中间值 那它是一个算数平均数 是这样 那比如说 产品质量保证费用 我们预提的是 占销售额的2%到4%之间 而且概率相等 那多少 2%加4%之后除以2 这叫算数平均数 同样要是 发生赔偿支出 鉴于80万100万之间 发生概率相等 那80加100除以2 如果不是连续范围等概率的 是其他情况 那如果是单个项目的 最可能发生的金额 你比如说 诉讼 一项未就诉讼 我们如果是 发生赔偿支出了 很可能发生赔偿支出 100万的赔偿支出的概率 80% 120万的概率 20% 就这两种情况 那你最可能发生的 就是80%的概率 100万 就最可能发生结果 那涉及多个项目 按照各种可能结果 及相关概率计算确定 这是加圈平均数 实际上多个项目的 我们就是考虑一个 产品质量保证 我们把自己的产品 卖出去了 不可避免的 发生一些质量问题 那当然把它归归类 我有的产品 没有质量问题 这个概率 这个是有的 这个事件是有的 有的呢是 发生较小质量问题 也会存在的 那我们再说一个 有的可能是较大质量问题 也有 那你说我再加一个 严重质量问题 就看你怎么划分 这是几个事件 同时存在 我们就说吧 没有质量问题 较小质量问题 较大质量问题 如果是较大质量问题 当然保修费 债销售额的比重 肯定较高 因为发生赔偿支出要多呀 这种保证支出要多 较小质量问题的 那就数小呗 那你没有质量问题 就没有支出 赔偿支出 当然 假如说我们现在 有这么几个事件 在计算的过程中 要赋予权重 比如说 80%没有质量问题 15%有较小质量问题 5%有较大质量问题 那应该是100% 所以以它为权重 来进行计算 这叫加权平均数 就是产品质量保证 别的基本不会涉及到 多个项目 多个项目是说 整个的事件 是同时存在的 就像我刚才说的 没有质量问题 较小质量问题 较大质量问题 那像我刚才说的 要赔偿支出 赔上100万的可能性 80% 120万的可能性 20% 这不叫多个事件 它就是一个 赔偿支出的事情 我们接下来看 下面一个单选题 18年12月10日 贾公司因合同违约 而涉及一桩诉讼案件 根据贾公司的 法律顾问判断 最终的判决 很可能对贾公司不利 18年12月31日 贾公司尚未接到法院的判决 因诉讼需承担的赔偿的金额 也无法准确的确定 不过 据专业人士估计 赔偿金额可能在90万元至100万元之间 在这个之间 韩贾公司将承担的诉讼费用2万 且该范围内支付各种赔偿金额的可能性相同 所以这就说是一个连续范围等概率的事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 第13号或有事项准则的规定 贾公司应在18年利润表中确认的金额 营业外支出金额是多少 赔偿支出会寄到营业外支出 诉讼费不是 诉讼费是即管理费用 那你这里面哪个公司 可能一般不可避免会涉及到一些诉讼的问题 那这个呢就是在管理费用里反映 我们看一下 90万到100万 而且发生概率相等 那我们总数呢 应该是一个90加100除以2 算数平均数 但这里又含诉讼费2万 那你95得减去2万 才是属于营业外支出的金额 如果不含诉讼费 那我们就95万了 那这个题目最后呢就是93 主要说的连续范围等概率的 要选中间值 这么个问题 接下来看一下教材的利益13-1 2008年10月2号 以股费有限公司涉及一起诉讼案 2008年12月底 以股费有限公司尚未接到法院的判决 在咨询了公司的法律顾问后 公司认为 胜诉的可能性为40% 败诉的可能性是60% 如果败诉 需要赔偿200万元 那你想这就是最可能发生的200万呗 它不是连续范围等概率的 并且这是一个单个项目 那单个项目就是最可能发生的金额 直接给到200万的就是200万 那我前面谈到的 如果说 现在败诉的可能性60% 说赔偿200万的可能性80% 赔偿220万的可能性20% 你也不能加全去计算 因为毕竟它是单个项目 按照最可能发生机构 还是200万 我是刚才说什么意思呢 要是赔偿 比如说200万元 这个概率呢是80% 要赔偿220万元 这个概率呢是20% 不可以怎么算呢 说那好了 我们这样算200万乘以80% 再加上一个220万乘以20% 这是不可以的 它不是多个项目的事 就是一项赔偿 而我们应该是按照哪个处理呢 按照最可能发生机构 涉及单个项目 就是200万 这个问题 我们再看下面的例13-2 甲骨费有限公司 是生产并销售A产品的企业 208年度第一季度 共销售A产品6万件 销售收入是316 根据公司的产品质量保证条款 该产品售出后一年内 如发生正常质量问题 公司将负责免费维修 根据以往年度的维修记录 如果发生较小的质量问题 发生的维修费为销售收入的1% 如果发生较大的质量问题 发生的维修费为销售收入2% 那根据公司技术部门的预测 本季度销售的产品中 80%不会发生质量问题 15%可能发生较小质量问题 5%可能发生较大质量问题 这就是几个事件都存在 没有质量问题 较小质量问题 较大质量问题 我们在计算的过程中不是说 简单算术 要说是不发生零 有一个是1%的 有一个2%的 加起来最终出3 又还是1% 不能这样来 要有权重 就是把发生的概率作为权重 去进行反应 所以这是多个项目 多个项目 其实我们考试的时候 如果有 也就是这种情况 涉及到产品质量保证的时候 别的基本没有 那我们怎么算 如果没有发生质量问题 316乘以0 没有啊 然后乘以它发生的概率 80% 那接下来呢 要发生较小质量问题 那应该316乘以1%的 保修费支出 乘以它发生的概率15% 如果都发生较大的质量问题 316乘以2% 但是它的概率只有5% 乘以5% 这就是各种可能发生 而即发生概率计算确定 是个加圈平均数 以发生的概率作为权重 我们最终算出来的是 90万 预提产品质量保证费用 它也是要体现我们会计上收入 与费用的配比 那试想这种法定的义务 208年第一季度 我们把产品卖出去了 已经确认收入了 不可避免的会发生一些支出啊 产品保证费用的支出 应该和它在同一期间来进行反应 才是合适的呀 所以这叫预计 放到销售费用里面去 最终是收入跟费用形成一种配比 当然刚刚也跟大家谈到过 这里面所谈的一定是属于 法定的质保 如果是服务型的单收费的质保 那是按照收入准则去处理去 这可不是 这是法定拿着会有事项来进行处理 当然我们预提产品质量保证费用 当年的税上肯定是不认 税上是认实际发生支出时 而我们实际发生支出时 再不具影响费用了 比如说我们预计时 借记销售费用带预计负债 那等到实际发生时 冲减预计负债了 借预计负债负贷 带银行封款 或者应付职工薪酬什么 不过实际发生支出是税法上 可以减少应大税所得额 所以它会形成一个暂时性差异 这在所得税的时候会跟大家说 好我们看第二个问题 对预期可获得补偿的处理 内容说的是 或有事项确认资产 怎么办 会看到或有事项确认资产要有前提 前提条件是或有事项确认负债 如果或有事项没有确认负债 我们根本不能谈或有事项确认资产这件事情 你看他怎么说的 企业清偿预计负债所需支出 全部或部分预期由第三方补偿的 补偿金额只有在基门确定能够收到时 才能作为资产单独确认 那这不说吗 然后就是怎么计量 确认的补偿金额不应超过 预计负债的账面价值 这是或有事项确认资产的计量 那接下来咱们考虑考虑 能不能把它确认资产 比如说一桩经济案件 A公司有95%的可能性 从B公司获得赔偿100万 行吗 嗯不行 我接着再说你看行不行 一桩经济案件 A公司有98%的可能性 从B公司获得赔偿100万 也不行 比如说怎么不行 那不基本确定了吗 那也不行 因为或有事项确认资产 一定这件事情 先确认过负债 然后从他方得到补偿 基本确定才可以 比如 说是 因产品质量原因 我们或有事项确认负债了 确认了100万 那也就是说 然后呢 我们产品质量这件事情 在保险公司投保了 从保险公司获得补偿 80万基本确定 那这可以 因为 这件事情 已经确认过负债 然后从他方 得到补偿基本确定 那如果说我们 产品质量问题 确认的负债啊 100万 从保险公司得到补偿 要得到120万 应该不会的 如果有 那你 值得是100 就不能超过 或有事项确认负债的进购 这么个问题 要没有说这件事情 确认负债 根本就别谈确认资产 还有一点 或有事项要确认资产了 不能充减预计负债的进购 它根本就不符合资产和负债相互抵消的条件 一般我们要谈资产跟负债相互抵消的时候 往往就涉及到两方 比如我们两方 我销售产品给你有应收账款100万 然后我从你那边购货 应付账款80万 这个我们双方可以商量 有法定抵消权利 双方同意以进额结算 那你可以抵 要不然不行 牵扯不是两方多方 应收是应收 应付是应付 同样这件事情 我们确认的负债了 那可能是针对于客户 而你补偿的款项 是从保险公司得到的 单反应 或有事项要确认资产 通过其他应收款的科目 来进行核算 就是不能充减 预计负债的账面价值 具体来看呢 当或有事项要确认负债了 我们借记营业外支出等 一般的像赔偿支出 担保支出 寄到营业外支出里去了 当要这件事情确认资产 那借其他应收款 代方代计营业外支出 最好在这里面 不要去写营业外收入 因为营业外收入 就会体现的 好像同一件事情 一个总流入 一个总流出 不合适 毕竟这件事情 是一个利得损失的概念 所以充营业外支出 因为有的书我看说 哎呀 营业外收入 那不是很好 就是或有事项 确认资产 不能充许去负债 在损益这边 没说 不能以金额体现 而且真正来讲 以金额 是应该更合适的 我们看一下 教材的例三 208年12月31日 以股份有限公司 因或有事项 而确认了一笔金额 100万元的负债 我加一个 说假定呢 它是属于赔偿支出 同时 公司应该获有事项 基本确定 可从甲股份有限公司 获得40万元的赔偿 你看 同样这件事情 因为这件事情 确认负债了 从他方得到赔偿 基本确定 我们才可以谈 这件事情确认资产 所以确认负债 因为是说 明确了 符合条件的确认负债了 然后从他方得到补偿 基本确定 那就是把这个确认资产 要是编会计分路 赔偿支出 借记营界外支出 借记营界外支出是100万 代方代预计负债100万 那做这样的分路了 下面就是借记 其他营收款 代方代记 营界外支出呗 就把营界外支出给充了 40万 因此这个题目如果问 确认预计负债的数是多少 那一定是100 营界外支出可以是60万 我们看一下 12年考试的单选题 下列各项 关于预计负债的表述中正确的事 预计负债是企业承担的潜在义务 那这个肯定是不行 我们要求 或有事项确认负债 一定是属于现实义务 不可以是潜在义务 B呢 与预计负债相关支出的时间或金额 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 那说我们或有事项 说的是有一定的不确定性 C呢 预计负债计量 应考虑未来期间相关资产 预期处置利得的影响 与未来资产没有关系 我们谈到的预计负债 或有事项确认负债 不会考虑后面处置资产 就说你看前面谈到 或有事项确认资产 到底单独的进行反应 而这个与处置资产 没有任何关系 D呢 预计负债 应按相关支出的最佳估计数 减去基本确定能够收到的 补偿后的进额计量 这不行 那负债是负债 如果或有事项确认负债了 从他方得到补偿 基本确定 那是属于或有事项确认资产 要反映到其他行收款 不能充计负债 那这个B是正确的 第三呢 预计负债的计量 需要考虑的其他因素 企业在确定最佳估计数的时候 那你肯定要考虑到风险啊 不确定性啊 货币时间价值和未来事项 这个大致是了解一下 比如说货币时间价值 在固定资产的一章 谈到过一件事情 气质费用的限制 记住固定资产成本 我们反映到预计负债里去了 那就有这样一个问题 所以这里面就是说 这是一个不确定性 货币时间价值 未来事项 那么几个 第三个大的问题 对预计负债账面价值的复合 那企业当然在资产负债表日 要对预计负债账面价值复合 本身因为它是一个不定的 比如说 在资产负债表日之前 上一个资产负债表日 或有事项确认负债是100万 那这件事情到本资产负债表日和存在 当然就要以最新的情况来进行估计了 如果没有了结 假定说是未决诉讼的话 那我们就是要根据案件的进展 情况率是一件 重新的对它进行估计 现在确定比如120万 那你调到120万 这就是对它账面价值进行复合 在这里面再次明确一下 企业不应当确认或有负债和或有资产 就是谈到个别报表上 或有负债或有资产 只能符合什么样的条件进行披露 根本就不存在着确认和计量的问题 我看一下15年考试的单选题 下列关于或有事项的表述中正确的是 A 或有事项形成的预计负债 是企业承担的现实义务 那没问题 一定是现实义务 B 预计负债应当与其相关的或有资产相抵后 在资产负债表中以进额列报 或有资产根本就不可以在报表上确认计量 何况呢 就是说真的或有事项符合条件确认资产了 也不可以去充严预计负债的 所以B 不行 再看C 或有事项形成的资产 应当在很可能收到时予以确认 不行 那我说一个你看行吗 或有事项形成的资产 应当在基本确定收到时予以确认 也不行 就是或有事项确认资产 必须明确 相关事项确认负债了 之后从他方得到补偿基本确定才可以 否则不行 D 预计负债计量 应考虑与其相关或有资产预期处置产生的损益 那根本与处置资产没有任何关系的 因此我们这个题目正确的就应该是A 再看下面多选题 关于最佳估计数 下列的说法中正确的有 A 企业在确定最佳估计数时 应当综合考虑与或有事项有关的不确定性和货币时间价值因素 是啊 就有时你要考虑货币时间价值吗 时间长的 B 呢 A 企业在确定最佳估计数时 应当综合考虑与或有事项有关的风险因素 风险也得管 因为这是未来的不定的吗 C 企业在确定最佳估计数时 不应当综合考虑与或有事项有关的货币时间价值因素 那不行得考虑 D 呢 货币时间价值影响重大的 企业通过对相关未来现金流出进行折线后确定最佳估计数 那是啊 要折线吗 比如说我们谈到固定资产 就是特殊行业特定固定资产 把气质分析限制期固定资产的预计负债 就是一个折线的金融 那这个ABD正确 这节课给大家介绍的是关于货有事项的概念特征 在那一部分呢 主要关注固定资产提折旧 无形资产贪销 这个并不属于货有事项 然后介绍到货有负债的概念 跟大家说围绕着货有事项确认负债的条件去看 货有事项确认负债三个条件 现实义务 与性改义务很可能导致经济的一流出企业金额能够可靠计量 就会发现三个条件没有同时满足 它就是货有负债 所以货有负债没有确认计量的问题 货有资产 也是一种潜在的资产 同样不存在着对它进行确认计量的事情 那对于呢 货有事项确认负债了 如何来进行计量 用的是最佳估计数 这个也不难 确定时连续范围等概率的算数平均数 选中间值 其他的情况 三个项目 那就是最可能发生的金额 多个项目不也说吗 就那个产品质量保证 按照各种可能发生额机 发生概率计算确定 所以它是一个加全平均的值 对于货有事项要是确认资产 前提条件是货有事项确认负债 没有确认负债 不要谈货有事项确认资产 那还有确认负债的从他方得到补偿 基本确定才行 如何进行计量 不能超过相关预计负债确认的进购 这就是我们这一节课 给大家介绍的内容 谢谢大家